镜头转回台湾 迈入第36届的新一代设计展 今天登场了 今年产学合作考题包罗万象 包括车联网、智慧医疗等热门话题 学生团队也透过创意 结合业界资源 开发出便利生活、友善环境的产品 未来也有量产的机会 在一般长途通勤的时候 是以摩托车的形式作为传现 那在进入都市或是进入室内的时候 是以自主平衡载具作为行驶的状态 配合未来人车分离的都市空间规划 让通行族能够灵巧地在不同场域移动 团队设计出能够变形的电动机车 从双轮变成直立式的单轮 还扩大设计车用电池等设备 完成机车厂商的考题、心、关系 另一个团队则是把电动单轮车放在车厢 让驾驶轻松骑程 徒步的时间不要那么浪费掉 骑程小台的话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使用 所以你有两种切换不同的习程方式 我让它自己过去 而不是我需要透过人站在中间 透过辅助的摄影机 可以让使用者可以知道说 他们该在什么地方 车辆故障暂停路间时 这一个警示三角排 能像扫地机器人一样移动定位 降低驾驶遭追撞风险 借由车联网 传送路况车矿讯席到云端 让资讯更及时 不仅车用一提行 学生也关注智慧医疗题材 有团队为脑中风患者 开发新的手部附件穿戴装置 让患者能够自主学习 透过APP记录附件数据 那最主要我们这些数值是来自于 这只患之手 它里面这边有埋了一个压力 sensor 这边会出现一个脸谱 告诉你它现在整个激张力 它的一个状况 其实每一年的话都会看到学生有不一样的创意的表现 无论是在成品之外型的部分 或是在整体的那个内部软体部分 软硬体的部分其实完成度蛮高 这是今年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 为帮助设计系学生与产业快速连结 自2015年起举办新一代设计产业学合作专案 今年共有262组头件 较第一届成长45% 也颁发奖金与奖状鼓励同学 不过新一代参展费用 一人就要2万元 对部分学生来说无法负担 今年就有学校设计系所拒绝参展 针对这些学生的费用 我们会跟教育部明年 我们来看看怎么来解决 好不好 我觉得这是好事 每年的新一代设计展 被设计院所视为重要的成果发表舞台 也是企业找人才的好场所 就看政府如何帮助学生 在场地费用方面获得缓解 新唐人亚太电视成为模拟 李晶晶台湾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社装明年 我现在一次发表会订阅 我们会的营迫 在是一步的 就在那边 你却中联系 我心有什么 要维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